各位同学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写完了业务层的代码,这节课咱们就来把外部层的代码给写一下。 在写代码之前,我先来解答一个问题,因为有同学反馈说有一个地方的SQL语句没看明白。 好了,下面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SQL语句吧。 我现在切换到IDEL工具上面了。 我打开的这个文件是TBCheckInDO的XML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边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SQL语句。 大家看一下这个SQL语句吧。 那么那个同学没看明白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 本身这个Data字段是一个日期的类型的字段。 为什么要把这个字段的数据强制转成字不串呢? 在这儿我来解释一下。 各位同学看一下,因为这个Select字句是返回两个字段。 那么在这儿呢,规定一下咱们每条数据的数据类型是什么。 这块规定的是Hashimap。 也就是说往这个Hashimap里边去放置两个字段的数据。 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这个位置你不把Data字段强制转成字不串的话, 那么MyBetis往这个Hashimap里边封装的Data字段的数据类型, 就是加码的日期对象。 那么封装的是一个日期对象。 各位同学看一下,对我们这个代码的判断有什么影响呢? 我现在呢是切换到我们上一节课写的右层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叫做Search Week Check In。 在这个方法里边我们去看一下某一句的代码吧。 比如说就是这一句的代码。 那么这个check it list呢,就是查询的本周的考勤的结果。 那么查询出这个结果以后呢, 我拿本周的某一天的这个日期啊, 去到这个Hashimap里边看一看, 有没有这一天对应的考勤。 那么大家注意啊,这个Data可是字不串类型的。 我们上一节课去声明这个Data变量的时候, 这个Data变量是字不串类型的。 如果你刚才的那个SQL语句啊, 不去强制把字段转成字不串的话, 我们在这儿定用contains value这个函数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传入的是一个字不串了。 因为你Map里边的那个日期字段呢, 是一个日期类型的对象。 我这块没有办法去拿字不串跟那个对象做比较。 各位同学,这个你都听明白了吧? 在这儿呢,我们必须是要把字段的转成字不串。 然后这个义附语句里边的表达式才能执行。 我这么说各位同学能听明白了吧? 我现在切换到手册上面了。 这一集的视频呢, 对应的是手册里边的第四章第30小节。 这一集的视频呢, 我们是要写外部层的代码。 但是各位同学呢, 先不要着急。 我们首先呢, 去看一下拿着User ID去查询一下员工的入职日期。 为什么我们要去查询这个入职日期呢? 你听我解释一下。 因为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假设呢, A员工这个人啊, 是周三入职的。 那么从这个周三开始呢, 他就可以执行人联考勤了。 但是呢, 在这个人联考勤的成功页面, 这个员工呢, 可以看到周一和周二的这个考勤啊, 他的结果都是缺勤的。 因为他周三入职, 所以呢, 周一周二他是没有考勤记录了。 但是在这个EMOS系统里边呢, 认为这个某一天没有考勤的人, 他就是缺勤的。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呢, 我们在统计这个人的考勤的时候, 应该是从他的这个入职日期开始往后去统计。 因此说呢, 去查询本周的这个考勤结果, 应该是从周三开始统计的。 所以呢, 各位同学, 咱们就要去根据UserID啊, 查询一下这个用户的入职日期了。 那么咱们看一下具体的代码吧。 在这儿呢, 我们是要找到TB UserDO这个XML文件。 在里边呢, 我们写一个查询的语句, 根据这个用户的UserID, 查询一下用户的这个入职期。 这个SQL语句很好写。 那么这个SQL语句对应的DL接口里边的抽象方法, 咱们写一下。 然后呢, Service层的这个抽象方法, 咱们写一下。 Service层里边的这个实现方法呢, 咱们再给写一下。 那么有同学说, 为什么还要写Service呢? 各位同学, 你别忘了, 一会儿我们是在Web层要获取某一个员工的入职日期。 Web层呢, 一般是不直接调用DO的。 那么在这儿呢, 必须是要给DO呢, 去声明对应的Service层的方法。 在这儿呢, 我把这个抽象方法写一下。 Service层的这个实现方法也写着就可以了。 好了, 同学们, 咱们把这个工作先给做一下吧。 我现在切回到Ideal工具上面了。 各位同学, 咱们去找一下TB UserDL这个XML文件。 在这个XML文件里边呢, 我去定一个Select标签。 那么这个Select标签里边的C口语句, 咱们给写一下。 在这儿呢, 比如说是Select, 然后呢, 是From。 我们查询的数据表呢, 是TB下滑线User。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表的查询条件。 那这个Wheel字句呢, 还是写起来比较容易的。 比如说ID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站位符, 叫做UserID。 另外的一个条件呢, 是Status。 这个Status的值呢, 等于1, 代表说呢, 员工是在职的。 我现在呢, 想要查询一下这个员工的入职日期。 在这儿呢, 就是HireData。 这个没啥可说的。 现在这个C口语句写完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给这个C口语句啊, 起一个ID。 比如说呢, 这个ID叫做SearchUserHireData。 把这个ID呢, 我给写一下。 写完之后呢, 咱们规定一下这个传入的参数。 传入的参数呢, 是Int类型的。 返回的类型啊, 是字母串类型的。 有同学说呢, 老师啊, 这块查询的HireData字段, 是一个日期类型的字段。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强制转成字母串呢? 我在这儿解释一下。 现在呢, 我这个Slag语句里边, 只有一个字段。 那么返回的结果, 大家看一下String。 即便是这个HireData类型呢, 是日期类型的。 那么在这儿, 我规定的返回类型是一个String。 所以MyBetis呢, 会把这个数据表的日期的数据呢, 转成加万的字母串进行返回。 不需要我在SQL语句里边, 强制做数据类型的转换。 这一点呢, 各位同学能听明白。 好了, 这个SQL语句呢, 咱们写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去声明一下DO里边的接口吧。 咱们到这个DO里边看一下接口。 在这儿呢, 是TB User DO。 在接口里边, 我去定一个抽象的方法。 返回的数据类型是字母串。 这个方法的名字写好。 参数呢, 是User ID。 这个都没问题。 那么我把这个方法声明啊, 复制一下。 我们去找一下对应的Service接口。 那么在这儿呢, 有这个User Service。 把它打开。 在里边呢, 我把这个方法的声明啊, 给粘贴过来。 现在提示我说呢, 这个子类的方法并没有实现。 好, 我在子类里边实现一下这个抽象的方法。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是去订一个变量来保存一下入职的日期。 它的数据从哪儿来呢? 通过这个DO获得的。 我们去调一下Search这个方法。 传入一下User ID。 然后呢, 我把这个结果呢, 做一下返回就行了。 这样子呢, 这个手册里边的代码咱们算是写完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切换到手册上面。 再看一下这个外部层的代码应该怎么去定义。 我现在呢, 切回到手册了。 咱们去看一下外部层的代码应该如何去定义。 在这儿呢, 我们找到Check-in Controller这个Java类。 这个Java类里边, 我们先定义两个引用变量吧。 比如说, 第一个呢, 咱们也用一下User Service。 刚才呢, 我们是在这个Service里边声明了查询员工的入职日期。 那么我们必须是要引用这个Service, 一会儿呢, 才能拿到员工的入职日期。 那么另外的一个引用呢, 就是系统的长量。 这个没啥可说的。 好了, 同学们,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外部方法怎么声明吧。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Search Today Check-in。 给这个外部方法呢, 加上正常的注解就行了。 这块接收的请求啊, 是Gate类型的请求。 因为也不需要移动端呢, 提交什么样的数据过来。 咱们看一下这个方法的参数吧。 方法的参数呢, 只有一个就是令牌。 可以通过这个令牌呢, 解析出这个User ID。 有了User ID以后, 就可以去查询这个员工的考勤结果了。 各位同学, 咱们去看一下。 比如说在这儿呢, 我去查询一下这个员工当天的考勤结果。 这里边不光是有考勤结果, 而且呢, 还包含了员工的基本信息。 那这个考勤结果呢, 只是告诉我说当天的这个考勤是正常出勤啊, 还是迟到了。 但是这一天的这个考勤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我并不知道。 在这儿呢, 我是往这个结果的Hashimap里边, 去人为放置一下当天的考勤的开始时间, 和这个结束的时间。 这个呢, 我是通过这个系统常量对象, 就可以得到相关的数据了。 这就是刚才我们为什么要引用这个系统常量。 好了, 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往下看。 那么这个Map里边的数据呢, 还满足不了我的要求。 那接下来呢, 我去查询一下, 员工一共是签到了多少天。 调这个方法就可以拿到员工的签到的总天数。 在这儿呢, 我把这个总天数呢, 塞到这个Map里边。 这样子呢, 签到页面里边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乃至第三部分的某些数据就拿到了。 第三部分里边的某些数据, 我指的就是这个签到的总天数。 那接下来呢, 就是咱们本周签到的结果。 在拿到这个数据之前, 我们首先要获取一下用户的入职日期。 在这儿我们去调Service里边的search方法, 传入的是UserID。 把这个用户的入职日期呢, 我给拿到。 拿到以后的话, 大家看这块呢, 我是把它封装成一个日期对象了。 在这儿得到的是一个字无串嘛。 我把字无串交给这个parts方法。 它帮我解析成一个日期对象。 因为一会儿我是要跟这个咱们本周开始的日期对象做比较。 字无串的日期呢, 是没有办法比较大小的。 在这儿我必须给它封装成日期对象。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知道啊, 当前这个日期本周开始的日期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儿呢, 调一下begin of wake。 我就知道了当前这一周啊, 开始那一天的日期对象。 在这儿我定义了一个变量叫start date。 其实本周开始就周一呗。 周一的那个日期对象, 现在就是已经封装到这个变量里边了。 接下来咱们继续的往下看。 看一下这个周一的日期是不是在这个hire date之前。 如果周一的日期在hire date之前的话, 在hire date之前的考勤我是不统计的。 那在这儿呢, 这个start date我就给它复值变成hire date。 我是从这个hire date往后的考勤我要统计一下。 各位同学, 这一点你是必须要清楚的。 那现在呢, 我们知道了本周的开始日期。 本周的结束日期我必须也要知道。 在这儿呢, 我去调一下end of week当前的日期传进去。 他就告诉我当前这一周他的截止日期是什么样子的。 返回一个日期对象。 其实就是周日那个日期的一个对象。 那现在有了这个开始日期, 有了结束日期。 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封装这个hashimap对象, 往里边放入查询条件。 然后呢, 传给这个service去执行查询了。 这里呢, 我声明了hashimap对象。 往里边放上了这个开始的日期, 还有结束的日期, 以及呢user id。 把这个map呢, 传给咱们的这个色射方法。 他就可以帮我去查询本周的考勤结果了。 在这儿呢, 我把这个考勤结果啊, 塞到这个map里边。 注意这个map不是上面的prime。 这个map是这个map对象。 各位同学靠号, 是要返回给移动端的一个查询结果。 我把这个本周的这个考勤结果塞到这个map里边。 那么它的这个名字叫做wik check-in。 把这个本周的考勤结果塞进去。 最终整个这个map对象, 我还要塞到r对象里边。 那么这块的名字呢, 就叫做result。 把这个map对象塞进去就够了。 同学们, 这个呢就是外部层我们要写的代码。 咱们切换到ideal工具里边, 把这些代码给写一下吧。 我现在呢, 又切回到ideal工具上面了。 各位同学, 你找到check-in-controller这个加弯类。 在这个加弯类里边, 我们先声明两个引用变量。 比如说, 我先把第一个引用变量给声明出来。 它的这个类型呢, 是user service。 把变量呢, 给定义出来。 别忘了各位同学是要加注解的。 下面呢, 我去声明一下第二个引用变量。 它的这个类型呢, 是系统长量。 变量的这个名字声明一下。 还是要加这个autoware的注解。 那么有了这两个引用变量呢, 接下来咱们去声明一下web方法。 我就是在这个位置定一下web方法吧。 这个方法的返回类型呢, 是R对象。 然后方法的名字咱们规定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方法的注解。 这个注解呢,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getMapping。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是给它加一下请求的这个路径。 这个没问题。 大家看一下前面这块出了一个地球的图标。 是新版IDER才有的一个功能。 代表说呢, 这个方法是可以用浏览器来访问的。 这是加了一个注解。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Sweiger用到的注解。 再往下呢, 咱们把这个参数给规定一下。 这个参数呢, 是接收token。 别忘了咱们把这个注解写一下。 这个注解呢, 是RequestHeader。 那么这里边写上是token。 现在呢, 这个方法声明呢, 是差不多了。 方法体的内容咱们写一下。 首先我从这个token里边获得一下这个UserID。 在这儿是通过这个JWT-Utl里边的这个方法去获得一下这个UserID。 那么拿到UserID以后啊, 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去查询数据了。 定一个HasieMap来保存一下这个查询的结果。 咱们去调一下这个check-in service里边的方法。 去查询一下当天的这个考勤的结果。 传入的参数呢, 就是UserID咯。 然后再往下呢, 咱们往这个Map里边啊, 去put一下东西。 在这儿呢, 咱们put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考勤的开始时间和这个考勤的结束时间。 好, 那在这儿呢, 我把这个开始时间呢, 给添加上去。 各位同学看好就是这个。 那么咱们把这个参数的这个名字给写一下。 比如说就叫这个名字吧。 下面呢, 我们往Map里边去put一下考勤结束的这个时间。 我还是通过这个常量对象来拿到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呢, 我们去看一下就是closing time。 拿到这个时间以后呢, 咱们把这个closing time写到这个位置来。 那现在呢, 这个Map里边已经有这样的数据了。 下面呢, 咱们去定一个变量。 变量的名字叫days。 用它呢, 来保存一下考勤的总天数。 考勤的总天数呢, 是通过这个色色方法来查到的。 而我呢, 参数呢, 还是user id。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写代码呢, 就是把这个天数呢, put到这个map里边。 这块呢, 是put。 它的这个参数名呢, 比如说叫做check in days。 那么它的这个值呢, 就是days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获得一下咱们这个入职的日期。 调的这个方法呢, 是user service里边的方法。 咱们去调一下这个方法。 传入的参数呢, 是user id咯。 我们拿到这个入职日期以后呢, 其实是一个字不串。 我需要把这个字不串呢, 转换成加瓦的日期对象。 这儿我就是通过dateU2里边的parts方法实现一下。 接下来呢, 我需要定一个变量来保存一下数据。 比如说这个变量的名字就叫做hairData。 现在有了这个入职日期对象以后, 本周的开始日期对象。 这个我们也需要去保存一下。 比如说这块就叫做startData。 它的这个值呢, 是通过dateU2来获得的。 我们去调一下begin这个方法。 begin什么呢? begin of week。 传入的参数呢, 是当前的这个日期对象。 dateU2点什么呢? dateU2点DataOK。 当前的日期对象。 那么有了本周的这个开始日期以后呢, 咱们接下来呢, 做一下判断。 我们拿着这个startData和这个hairData做一下比较。 在这调一下is before, 传入的参数就是hairData。 在这呢, 里边的这个复值呢, 咱们写一下。 就是startData等于什么呢? 等于hairDataOK。 那再往下呢, 就应该是获取一下本周的结束的日期对象。 这块呢, 是datetime。 然后呢, 比如说就叫做endData。 它的这个值呢, 咱们需要去通过dateU2来创建。 我们去调一下什么呢? endofweek。 大家看一下这个方法。 那么传入的参数呢, 是当前的日期对象。 在这我把这个参数拿过来, 没问题。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本周的开始和本周的结束。 接下来呢, 我去构建一个hashiMap对象。 这个Map对象比如说叫做prime。 那么它里边呢, 放置的就是各种的查询的参数。 我往这里边去pull的数据呗。 比如说pull的第一个数据呢, 就是startData。 那么传入的参数呢, 就不言而喻了。 就是startData。 那在这儿呢, 不能传一个日期对象。 把这个日期对象呢, 转成字母串。 在这儿呢, 就是toStream。 没问题。 同样的办法呢, 我们去pull在另外的一个日期对象。 就是endData。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把endData呢, 去转换成这个字母串。 也是调一下这个toStream。 OK, 也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往里边pull的最后的一个参数啊, 就是userID了。 在这儿是userID。 那这块呢, 是userID。 这个也没啥可说的。 查询参数已经有了。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调这个check-in service 里边的这个色彻方法。 查询一下本周的这个考勤的数据。 我们把这个prime传进去。 然后得到的结果呢, 我是用这个arraylist来接收一下。 那么这个arraylist的范形呢, 咱们规定一下。 这个范形呢, 是hashiMap。 那么它的这个变量呢, 是list。 接下来呢, 我们是往这个map里边啊, 去放置一下这个查询的结果集。 那这块呢, 就是map.put。 我们put的这个数据呢, 比如说就叫做wake check-in。 wake, 然后呢, 是这个check-in。 那么放置的数据呢, 其实就是list的咯。 那最终这个map对象呢, 是要放在r对象里边的。 在这儿呢, 我们写一下return, 然后是r.ok。 最后呢, 我们是往里面put一下数据。 put的数据呢, 就是result。 然后它的这个数据呢, 就是一个map对象。 在这儿呢, 咱们算是把这个web层的代码写完了。 那么各位同学, 你是不是把这个方法给实现一下啊?